一向喜欢把美牙惹到爆她头的小星 其实是野人家最爱美牙的小男人 有时懂事地让美牙觉得她不像个五岁小孩 众所周知小星一天不忍妈妈生气 浑身就觉得不舒服 今天也是如此 一大早美牙看着晴空万里的天空 就打算将家里攒了半个月的衣服全都洗掉 小星又开始惹妈妈生气了 这次她就要求小星帮忙一起做家务 但小星不被收拾一顿就不愿帮忙 被收拾的晕头转向的小星 负责把自己的棉被和小葵的棉被 拿到二楼去晒 就在这时家里的电话突然响起 小星立马就要答应下来 不料一转头 小星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去拿被子 可她还是很想去踢球 既然这样她决定开溜 于是抬起石巾重的被子 就摇摇晃晃地往门口溜去 穿好鞋子刚出门就被逮住了 就小星的这些鬼心思 没有谁比美牙更清楚了 随后小星便来到二楼 此时楼下的美牙让她先把栏杆擦干净 可小星却觉得下楼拿抹布太麻烦 直接坐到栏杆上用屁股擦 还得意地让妈妈看看 美牙没想到 衣服还没洗完 又多了一条脏裤子 被收拾的小星老瓜子里还想着出去踢球 小星开溜计划又失败了 只好乖乖地把被子晒好 不料被子却没放好 直接从楼上溜了下去 接着让小星重新拿上去晒 就在这时小葵突然哭了起来 小星知道自己的机会终于来了 小星正偷偷开溜时 美牙腰间一阵疼痛传来 看着腰痛的妈妈 小星突然发现妈妈的辛苦 她也在这一刻长大了 本来晒半天也晒不好的被子 只用了短短的几秒钟 跟平常作风不太一样的我 等美牙哄好小葵 准备继续干家务时 眼前的一幕让她差点落泪 看着眼前突然懂事的孩子 美牙感觉心里暖暖的 其实很多小孩和小星一样 也许她天天都在惹妈妈生气 但其实心里最爱的人就是妈妈 美牙同意她去踢球